穿套裝 打領帶 學生們正在進行面試 心情相當緊張 面試官用手勢示意調整呼吸 放輕鬆 面前這些全都是日本飯店業者 親自飛到台灣找實習人才 大讚台灣實習生的外語和工作能力 高雄參旅大學梅河十一家日本飯店業 像是知名連鎖王子飯店 板機板生集團 還有名人約翰蘭農 卓編林曾入住過的香根富士屋等 來台招募實習和畢業生 只要成功錄取一整年都能在日本實習 吃住全包 薪水至少十九萬日元起 那是日本人的工作人員同樣的條件 有比台灣的飯店業再高一點 但是考慮物價跟其他成本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的 或者實習生有海飄夢 根據求職網調查 今年應屆畢業生有九成 嚮往到國外工作 第一名就是日本 其次是東協地區和美國 他們都很想去海外工作 想跟當地人實習的接觸看看 然後體驗多元的文化 那現在也看到這個市場 一片新進向榮 那所以出國去海外實習的意願 也就相對提高 要到國外求職 極佔力一定要夠 從冷盤沙拉西式主餐 全遊學生一手包辦 只是無論台灣或日本等國家 都面臨飯店缺工潮 業者勢必得開出優渥條件 才能吸引人才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包辦公室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